这个简报内容的时候 也许老师可以考虑一下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看看 因为 简报通常都是最后在重建的时候才会用 老师平常也许在整理资料之后 大部分都用Word 那如果说你Word那边有整理好 就好像老师如果有些 老师可能有要在进修程 要写路纹啊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都要学习要怎么做那个采版 对不对 你要学会用什么大纲模式啊 事实上那个模式也可以差弄到简报里面来 也就是说 您今天在Word里面 你只要让它的阶层 把它分别出来 老师有用过Word做幕幕吗 跟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跟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阶层你有出来的时候 我会直接把 您在那边有的东西就直接把它汇到简报里面 汇到里面来 当然只汇大纲内容不适合 内容有时候太多 并不适合 所以我只要大纲比较好 因为这样汇进来有个好处 平常老师最常用的就是剪剪这些吗 握着打开 Copy 后面打开 这是最常做的 他来来回回再这样 贴来贴去 可是有时候总之难免会不小心贴错 或者漏掉 或者是多贴的都有可能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用这种方法 他就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他直接当你把这个 内容就直接 汇进来 除非说你的 握着里面那边是错的 不然的话这样进来就是正确 那他每一个呢 大标 大标体 就是阶层1 他就是一个 一般我的就是大标跟 副标体去做比较快 那这里呢我们简单 做一个给各位 参考看看 不管你用2003还是用这个 2007都有 我先用2003好了 因为 你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比较 顺眼一点点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那最简单的就是您利用标题的方法 标题标题标题在哪里呢 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 最简单是您利用这个直接做也可以 如果假设没有用这个也没有关系就是 老师您在检视的模式这边 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 大缸模式 大缸模式也可以 那我先把几个段落 放进来 这是一个 然后呢我刚刚呢有复制了好几个 我就从这边 把它慢慢把它贴进来 一个 老师其实这个 我现在用的这个小缸题等一下有分享在 给老师的光碟片里面 因为常常老师我们call的之后 要重复使用 你都怎么做 回去再找一次再call 可是这样很累啊 但是我刚call过的 您看我刚call过的 有没有都在里面 有没有 关机之后还在 下次还可以再用 好 好假设我做这几个 那我进到大缸模式 大缸模式 找一下 好进来了 那么预设他都在哪里 都在所谓的本文 那本文的话预设就不用进到 就是也就是内文的部分不用进到哪里 不用进到我们的简报里面嘛 我只要那个 刚要而已啊 所以呢 您可以来这边把这个地方改变一下 这个本文改变一下 你说这是标题 那我这个呢 就是给阶层1 低层的 好低层的 那这个呢母片制作是另外那一层的 对是阶层1 这个 我也是阶层1好了 好那这个呢 我就变成阶层2 也就是说 我们待会会有几张 或你用 三张 哎是阶层1一张 阶层1一张 这个是阶层1对不对 他因为他里面还有这个 所以这两个会放在同 一起 它会放在一起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把它储存起来 好 那现在呢这个你把它关掉 你关掉之后你再到简报里面 好现在呢我们这个 我就从这边来做一个插入的动作 你从这个 你从这边 那我们从这里 插入 这里就有一个 叫做从大缸 大缸插入投影线 好我从这边进来 那找到他 好 你看 第1个 第2个 第3个 刚刚那个应该要分开 非常把它弄在一起 可是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我上去来是比较快 我每页是不是先做好了 等于说你的标题的 基本上都有了 那你再放 放进来 好这样就会 比较不会有就是有时候copy的时候会有有些错误 好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那 这张假设是母片的话 怎么办 是在投影版面的配置上 你就选择这个 自动进来了 这样你了解意思 所以可能你下次 老师在做的时候可以考虑 假设说你不知道对你分别差不多了 我再来做简报 那这样的速度做简报速度就会比较快 就会比较快一些 这个是 在这边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有这种如果是可能就会比较快